那还有细节要去注意 比如说我按一下SHIP键 按一下SHIP键配合中键 SHIP键加中键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做什么呢 自由旋转 轻轻的按住有没有 那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有没有 各个角度了 有没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错 两边有没有不一样呢 其实这里你会发现有没有 多了一些2D的线段 刚刚没有处理掉 再切回来 这个是完成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这边是一个 它有图块参考 那我们必须怎么样呢 那另外我刚刚画的部分呢 把它选举起来 选举起来开会有什么东西呢 全部选举也是一样 跟前面那个问题一样 9个东西 包含呢 实体 图 圆 线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 你把它搬开来 比如说我把它搬开来 搬开来会消失吗 会2D会留在原地吗 移过来 移到这里 不会啊 刚刚那个有没有 移开来它是留在原地嘛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做什么连击 连击起来之后 它通通都连在一起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变成一定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不删掉 将来你做图会产生问题 那怎么办 一样嘛 按右键 快速选取 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里面的话包含什么呢 线 有没有 你就按确定 一定得掉 线就不见了 按右键 快速选取 里面的话呢 我要什么呢 我要胡 因为有胡嘛 胡也不要 有没有 这边有胡 刚刚画出来 按右键 快速选取 那这边的话